从这些级别来看,比特币小幅放量上涨,符合缓慢的震荡向上预期,15个小时以后,比特币挖矿难度将下降,短期利好比特币的走势。 最近总听到有人说,世界杯结束过后,会有大量资金回流币圈,再次掀起数字货币炒作的热潮,说这句话的人完全没有逻辑。 第一,世界杯开始并没有导致币圈资金抽血,说白了也没人会因为赌球而放弃炒币,就赌球那个成功率,那个收益率,真的不如找个好项目做个一口,或者投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,所以也没有动机从币圈抽起去赌球。 第二,就连全球紧缩,都不会对这样一个小市场引起抽血,更何况世界杯,这个市场体量还太小,全球的一些金融政策,并不会影响到数字货币市场。 这就像利息的变化,很难影响菜市场大白菜价格的变化是一个道理。 第三,资金没出去,自然就不虔诚回流。 但归根结底,我们要感谢说这顿话的人,它给了人们美好的想象,给了人们期待,也给了币圈投资者一个利好预期。 虽然这件事本身并不一定能够实现,但是这样的预期下,会减少投资者对市场的抛加,所以市场情绪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暖,让人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一丝暖意。 所以这骨子热气,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。 短期内由于各种利好的预期和多投的回顾,造成了向下沙跌力度减缩,震荡向上将成为近期行情的主基调。 行情分析,比特币。 从这些级别来看,比特币小浮放量上涨,符合缓慢的震荡向上预期。 15个小时以后,比特币挖矿难度将下降,短期利好比特币的走势。 所以对于后市,仍然是一个窄幅震荡向上的过程。 这个速度会比较难,但总体在抛压不中的大环境下,还是预向上为主。 回暖行情仍在继续,不要在这个位置随便杀跌,等待反弹给我们带来的机会。 一个不是非常规则的头肩底,也足以给我们短期看涨的理由。 而今月大幅放量,比特币挑战460强压区。 按这个价值来看,是有机会随大饼持续向上反弹的。 短期继续看度为主,速度不会太快。 为了昨日缩量上涨后,今月再度缩量,墙上的都能比较有限。 目前所处位置为0.144压力位。 如果大饼能够持续向上,那么将联动继续向上。 最近好多投资者反映自己买到了假派对了,有一个派对是谁? 那个派对是假的,真的叫派对在火币上限交易。 虽然简称一样,但做的东西完全不是一码式。 所以提示大家别弄错了,要不然真的把信仰给了同名的人,可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。 昨天放巨量上涨,说明主力在这个位置,并不在乎继续吸筹,把所有压盘全部吃掉。 这是对未来拉盛的信心。 今日再度缩量上涨,短期内将会继续走出正当走势。 上方0.000195位强压区,在站上该位置之前,仍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,如果不想做短线,继续中线持有即可。 短线则以强势正当行情为主,BS。 再次跟随大冰向上反弹,重新占回起美元压力位。 但从反弹量能来看,可以看到是持续缩量的。 所以整体行情也还是联动为主,在比特币回暖之时,EOS下一个压力位在8.4左右,整体仍然会以弱势行情为主,不具备直接上空的逻辑。 HT3.5附近的压力位极重,从目前的量能来看,很难直接突破,所以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,才有可能再次向上发起进攻。 多头两能,没发力之前,仍然以光望为主,中长线持续拿住就好。 BTS出现了连续上涨,可以看到从高位下来的跌幅并不夸张。 这种币后世的还有机会,至少不属于粮粮币。 所以近期会针对这样类型的币种,给大家梳理一篇从K线技术上来看价值币的文章。 譬如PIMICO这些其实都在这个池子里,这样的币不一定在什么时间就会持续爆发。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,最近币圈就有个项目火了,这个币叫做RCT,原因竟是创始人遭到电话威胁,要杀他父母。 RCT是基于区块链做正外检测设备的,据说是因为自己的检测设备,由于上链了没有办法被商家作弊。 导致卖假化妆品的商家无路可逃,气急败坏,于是创始人家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 区块链,未来到底会动多少人的奶酪? 他的币价目前所处位置整体不高,属于做事情的项目,缺点是上的交易所太少,这一波如果能够直接站稳0.07,后市将有机会持续向上。 因为这个底部的持续放量,已经表明了主力的意图,熊市也持续走出了独立行情,或许录音事件会成为币价发酵的催化剂。 其他的山寨币今天不讲了,出现了普涨现象,但涨幅较大的仍然不多,说明市场总体还是一个联动型市场,建议大家操作自己熟悉的币种,近期会出现一波不大不小的赚钱行情。 只要你不随便追高,一定会或多或少的会挥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